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地平線期待黎明 像偷看國王的那個喔 來偷看一下 壞壞 自武城的建立,我們是卡爾家族 亞拉門在遠古時代率領我們的先祖 逃離迫害與追捕 如今先祖的血仍在我們體內脈動 我們來自遙遠的東方蠻荒 守護著比土地或金屬還要珍貴的寶物 就人類的書頁 亞拉門在一處遺跡中發現 受到一絲陽光照耀的書頁 他馬上就看出書頁是相當重要的物品 書頁中描述如何觀察太陽 解讀其指示,並理解人類的地位 先祖以書頁為基礎 發明了最原始的字符 這是文字的起源 讓我們的知識可以不再只透過口耳相傳 但是我們的先祖與其他人分享這份禮物的時候 卻被他們稱為不足居民的人給驱逐了 那些人害怕自己的愚昧被知識之光照耀 不然就是忌妒知識所帶來的力量 於是我們的族人 開始了一段漫長的流亡 只能信任太陽會率領 他們逃離野蠻的不足 這段路十分艱苦 途中有許多家族不幸死亡 只能留下十杯吊念 其中也包括亞拉們自己的家族 不僅如此 他們還在途中不斷遇到一心追求破壞與毀滅的惡人 受到毫無理由的迫害 但是卡爾家族的堅持信念 最後有了獎賞 他們看到一幅景象 遠方有無一道陽光的高塔 閃耀在地平線上 即使受到敵人的攻擊 亞拉們仍緊追不捨跟著閃光音 跟著閃光音? 率領族人穿越深沉的峽谷與茂密的叢林 他們再次看到高塔 而此時已經十分接近 高塔高聳入天 彷彿能夠碰到太陽 而在高塔上 閃光音就在那裡駐足 這高塔應該就是我們在景色上面看到那個 特別高的那一棟螺旋狀的 我覺得應該是那一個 尖塔在太陽的照耀下 長長的暗影投射在翠綠的山谷中 籠罩一處台地 亞拉們知道他找到了部族的新家園 因為那些沒有信念的人 懼怕尖塔的高聳 為聚閃光音發出的光芒 不敢接近此地 他根據書頁中的一段文字 將此地命名為子武 故族在台地的保護下開墾他們的新家園 他們發現此地就各方面來說深受保佑 康爾家人利用豐富的資源在崖壁上肯出住家 後來用台地上的紅石 築起太陽之稱的根基 先祖的後人們也受到太陽的恩惠 享受豐收與繁榮 太陽照下的大地都成為太陽王國的國土 隨著時間過去 子武城保護我們免受敵人的暗箭與陰魔所害 外人也帶來貿易與貢品 神聖的子武城呀 沒有尖塔與太陽就沒有子武城 但是子武城會永遠慫立 紀戀著尖塔與太陽 亞拉們與祖先的榮耀 反映在閃耀王族出生的每一個太陽王身上 以及太陽宮廷的貴族 家世中 所以他們原來是這樣子一個建立過程 可是我覺得好可惜喔 我想要看的是那個電梯怎麼來的 因為小說裡有很多細節 要是都拍出來永遠都拍不完 所以在不影響大方向劇情的前提下 很多劇情都有修改 比方說狼刺客大師在小說裡 完全沒有跟老獅子接觸過 更不用說當老獅子的仆人 蛤?這樣感覺差蠻多的啊 我以為是國王的機密文件 結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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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王的 應該說子武城的建立歷史 太陽王 太陽王變臉史 創始者雅拉門 率領我們的先祖 離開東方蠻荒的暗影 進入廣 糟糟糕 糟糕不會念 的 台地山谷 並觀察太陽與暗影的征召 帶領先祖在最適合的地點 建立神聖的子武城 豐收的亞馬維德 串領大家在王族玉米田上 開墾耕種 自此 任何受到太陽保養的子民 都不會挨餓 他們還開墾了大地之寶叢林 清除了一片肥沃的土地 建立太陽王公最古老的工房 永遠建的沙達星 將太陽的領土向北向南向東擴張 在光明市集港口建起大門 並在日震當中的艷陽下宣布 太陽統治的土地 將叫做卡爾加太陽王國 一切在太陽光灰下炫目耀眼 他們整個領地還蠻大的 其實 慷慨的朱瓦丹 將他親自狩獵踐著所得到的戰利品 全部都送進金屬市場 被允許與北方和南方交引 甚至允許境外人學習算術的制服 讓他們的知識不再至於簡單的隱物厭物 薩瓦拉德朝聖的太陽王 將尖塔建築在白沙山極頂上 並越過日出大河 進一步擴張太陽王國的領土 為紀念此一壯舉 太陽王更在大河對岸 建立起宏偉的火焰拱門 勇敢的伊利弗將太陽的奚落看作挑釁 率領大軍追逐太陽 但三次都被現在稱作單特的大小谷給擋下 第四次大軍終於衝破防線 消失在遠方的大地 蛤? 就這樣 就這樣不見了 謹慎的爾巴沙蒂德 與兄長突然亡故後王袍加深 他下令修竹最日要塞及火焰狗門的駐軍營 並下令火焰狗門以西的土地為西方境地 只有太陽能夠進入 中性者瓦 庫瓦德努力將文明傳入東方蠻荒 但多次嘗試畏果 他宣布東方已經不適合太陽子民生活 下令逐起高雄的尖塔與城牆 讓卡爾加可以安全地觀察這片蠻荒之地 原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才把整個領土 就是一分為二 右邊大概就是諾拉族 左邊大概就是卡爾加 火焰之烏拉南 在衛時太陽王國 遭到提納科大軍 無端攻擊 在群朝城眷主下 清帥部隊對抗 這怎麼會叫眷主咧 眷主應該叫他不要做什麼吧 並在太陽照耀下宣布生理 但他臉上不幸留下極嚴重的疤痕 從此從未拿下火紋頭盔 那哈希斯是熱中狩獵的太陽王 他呼籲勇敢自傲的貴族在太陽下參加競賽 證明自己的能力 並宣布擊敗最強大機器的人 可以成為獵人之家 出代日英語音 喔 建立太陽之家了 不 建立獵人之家 太陽之家什麼 聖光的馬奇德 太陽伺給他 宏偉如真的幻象 於是他下令在紫武城四處 裝設自己的雕像 與畫像 並修竹巨大成賽 作為 墜日下宮 隨後他在成賽不斷作畫 直到炎撩中毒病死 這死法也太 欸 那個下宮說明就是 現在我們人在的這個位子吧 西瓦斯馬奇德之兄 下令所有家族都必須要 身強體健的男子送入太陽王國 當時集區略兵員的部隊補充人力 並要求工匠們不再追求藝術表現 改專注打造每一位太陽士兵 都能穿戴的精細盔甲 戰戟與弓 所以他們每個人的裝備 看起來都還蠻精良的 極朗 這個瘋狂的太陽王來了 早年是強大的太陽王 保問太陽王國 有阻擋其他部族進犯 以及機器的狂潮 但後來他變得昏庸無盜 以太陽之名下令屠殺 迫害無數人 恐將王國率向日暮 雅薇都解放者 他的事蹟目前還沒 太陽王難道是黑暗? 黑暗 廣冒 東西相稱為廣 南北相稱為廣 哦 原來如此 火焰之鳥 火焰之鳥吧 千鳥 我不是火焰之鳥 我不會火焰 鞛 海ящ的風 擁很難 走吧 他們還蠻遠的耶 叫賣也還在哪裡 我看一下 哇要一路 一路跑到這麼高的地方 遙遠的旅途 可惡 我家裡一定是酷飲的 這個我掃過了嗎 解放 第十三位太陽王吉朗在為第21年太陽王瘋狂的心神猶如邁入黃昏 他下令處死自己鍾愛的王太子閃耀的卡閘門 只因為王太子要求父親終止凶財的暴政 王太子的犧牲讓終界殺入的行動邁出了第一步 吉朗的赤子 吉朗的赤子 赤子 是 閃耀的亞維德 他在日幕時率領中心的親衛兵桃梨子武 漏夜往北 因為他們知道等到太陽升起 他們就會被視為叛徒 下令格殺 等到吉朗宣判他們的罪行時 雅維德一行人已經逃得很遠了 一路到達太陽王國的邊界 進入歐斯蘭族的領土 雅維德十分聰明 他計劃與歐斯蘭族談條件 他也知道自己有 一個歐斯蘭盟友 叫爾沙 雅維德就是我們剛剛說那個 對爾沙有仇的那一位嗎 爾沙是一名勇猛的歐斯蘭戰士 與雅維德有一段漫長而非比尋常的過往 兩年前爾沙遭到俘虜 他被帶到子武城準備犧牲獻祭 但是他居住在太陽經濟場 存活下來 他居然在 住在太陽經濟場 已經看到眼花了 但是他居然 第二次還念錯 但是他居然在太陽經濟場 存活下來 親手殺死兩名准戰士 因此他獲得獎賞 成為宮廷中的奴隸 並與雅維德王子結世 他倆難得的成為朋友之後 雅維德用計讓爾沙重獲自由 爾沙也隨機回到歐斯蘭領地 現在雅維德急需協助 於是找上了曾經有恩的爾沙 爾沙與抗拒赤刺襲擊 的軍閥與傭兵有匪淺的關係 爾沙手上的軍力 加上雅維德的策略 就可以成軍擊敗吉郎 雅維德希望能以太陽王位的正統繼承人身份 鼓動卡爾加叛變 讓子武城免於陷入長期戰亂 經過數個月的籌備 雅維德與他的盟軍 越過邊界進攻子武城 隨著他們進行的消息傳開 許多卡爾加士兵都逃回子武城 放下手中的武器 甚至加入解放軍 那瑞智的雅維德知道 忠於吉郎的人會死守子武城 到最後一兵一組 甚至願意犧牲平民的性命 只求在攻城戰中苟延殘喘 雅維德看見城牆上已經駐守了 準戰士與城市守衛 準備迎接弓箭的攻擊 但雅維德的歐斯蘭盟友 帶來了太陽之下無人見過的機器 雅維德的大炮 力量可比機器 武器 雅維德的大炮 力量可比機器 雅維德准許他們朝外墻發射大炮 造成巨大的破壞 藉此間滅許多衛軍 大炮的煙消散去後 解放軍分成三路進攻 一群人翻越太陽神殿下的城牆 一群人透過水道進犯攻殿 左地部隊則繼續利用大炮衝破城門 城門衝破後 解放軍不再用炮火攻擊 因為雅維德禁止部隊繼續破壞神聖之城 在世界上太多殘暴與混亂的景象 無法一一描述 在先前的硝煙中 太陽競技場囚禁奴隸的地窖被打開了 數百人衝出去逃命 許多吉朗的支持者 跟著群不幸的人逃離宮殿 這時戰局已定 太陽王吉朗看見自己的部隊人數銳減 而是命令信賴的準戰士 帶著身邊唯一一位王子 伊塔門離開植物城 阿不對啦 我在...我都認錯人了 這個是現在的國王嘛 還是不是...到底誰啊 名字好難記啊 太陽暴主西利斯 從東到西在植物城開出一條邪路 面前不分敵有一律格殺 西利斯與手下準戰士的凶殘無人能敵 他們的護衛之下 在他們戶外之下 伊塔門和他的母后 拿薩蒂以及最高太陽祭司 巴哈瓦斯都逃出了城外 雅威都要進入日光堂面對吉朗 他本來希望父王可以誠實面對自己的罪行 但發現事與願違 他因此帶著沉痛 悲傷沉痛的心殺死了父王 對啦他是國王啦 不是那個有仇的 完全記錯人啦 真正的太陽王若遭到傷害 將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必然會讓世界陷入暗影 因此吉朗的死真名太陽 已經不再視他為正統太陽王 是的 在子武城的王座上 一座光芒望在萬丈的統治者蒙上了一層影 是雅威德的光芒讓暗影退居西方 至今仍然折服 於是萬物循環回歸正常 此為閃耀的雅威德 第十四位太陽王 再會的第一女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其他小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